你覺得你覺得你覺得自己的心情? 我覺得近期我做過一件很大膽的事 就是唱了《自我感覺還好》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是要一個人去飾演兩把聲音 其實是有點難度的 因為都是我自己的聲音 但要讓聽眾一聽到就知道 其實我是在演兩個不同的我 但推出之後就收到很多不同的好評 至少人都知道我是在做兩把聲音 我覺得這件事已經成功了 今天我覺得人生最美麗的事情 就是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 找到自己的路 開了人生第一個紅館演唱會 這個不單是一個演唱會 而是一個可以和家人一起分享 這個舞台的一個重要事件 和現場每一個觀眾都是我用了這幾年 去慢慢儲起來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第一次的演唱會 是很美好和很難忘的 我覺得每一個有夢想的人都很美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追求夢想的過程 其實你會需要很多的勇氣 每一次失敗之後 你會跟自己說 我不能放棄 我要堅持 這個其實是很基本的 堅持和努力是很基本的 如果這件事沒有的話 其實根本是不需要說追求夢想的 但是這兩件事還有什麼是必備的呢 我覺得每一次你遇到一些挫折的時候 第一件事你會想什麼 我第一件事我會想 還有什麼可以做得更好 我不會去怪人或者去抱怨 為什麼天對我不公平 為什麼那個人要對我這麼壞 我覺得第一件事要反省自己 你是不是有什麼是做得不夠好的 這個不停去想去升級自己的心 是很重要的 你才可以越來越好 這個是第一的態度 第二 我覺得 需要多一點的耐心 很多人會覺得 我這麼付出這麼多努力 我做了這麼多事情 為什麼那個人 他會成功過我 為什麼我的收穫還沒得到呢 我永遠都會相信 神或者是天 會在最好的時機 給你最好的東西 如果在這一刻 你還沒得到的話 千萬不要灰心 因為可能你還沒準備好 你要相信 你要多給點耐性 在對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最適合你的東西 很多人會說 會說 阿Jean 可能你應該得到更多 或者你一早應該得到什麼 但是我經常都跟自己說 我不想急 自己的路是自己贏 你要不要跟別人比 因為每個人的人生都不同 有些人是 他的成功會快點來 有些人會遲點來 但是只要你相信 只要你肯努力 只要你的心態是正確的話 你想要的東西 有一天一定會來的 是我這種感覺 可好得翻神秘 快樂真是